原标题 北魏从孝伦帝迁都那刻开始走向列王北魏太和十八年四百九十四年 孝伦帝以进攻南齐为借口 率领文武大臣及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 行至洛阳时正好碰到秋绵绵 道路依宁行军困难 但孝伦帝仍坚持行军 大臣们本就不想征伐北极便借天气原因分分出来劝阻 孝伦帝则成绩迫使大臣们同意了迁都洛阳的要求 这便是北魏孝伦帝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一举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并加强了对黄河流域的统治 但是迁都洛阳除了给北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之后 也带了巨大负面影响 然而孝伦帝的英年早逝 使得迁都洛阳给北魏王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进一步加审 并且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迁都洛阳之后 孝伦帝力行全面汉化 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同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 诸多环节不仅需要执政者的热情与魄力 而且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的消耗 太和23年499年 年仅33岁的孝伦帝病死于兰征的前线 当时的汉化运动正在发展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这都需要通过更深层的改革来克服 以免出现严重的危机 但孝伦帝的突然去世 使其全面汉化政策 因未及深入和完成 遗留问题不少 负面效应明显 大同古城之北魏明堂 一是迁落 破坏了拓拔鲜卑 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 击化了拓拔鲜卑的密布矛盾 使北魏王朝原来的立国根基动摇了 尽管北魏孝伦帝以南征为借口 迫使文武百官同意了迁都洛阳 但就整体而言 鲜卑民族的博首势力根深蒂固 反对迁都 抵居汉化的旧贵族人数颇多 力量甚大 例如贵族元老众臣踏拔匹 就因反对迁落而被降职为都督 领兵周刺时 一些极端博首的鲜卑族贵族 在迁都过程中则不断制造势 端 甚至在戴北发动军事政变 如穆泰 陆贵等人 其背后的精神之助实际上是原批 而孝文帝太子元群也不赞成迁都 参与谋反 一度谋划北魏 可以说 以孝文帝为代表的南迁集团 与戴北伯首势力公然决裂了 这便引起了鲜卑上层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冲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的统治基础 而孝文帝的英年早逝 使其未来的极致定出 消除这些分裂的措施 导致这种分裂与冲突一直存在 二是分定性族 使鲜卑宗室贵族等 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获得了最大利益 与鲜卑民族中的其他阶层 形成了严重的分化和对立 孝文帝迁落之后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认为 主要威胁来自南朝 清室北边防务 不再优待六镇将士 而内迁的贵族试图通达 排斥守边贵族 好奇微族服务 当作仆役看待 朝廷对六镇将士少给衣食 各镇军官自更残酷的吃克伯普 通士族 此外 随从卫孝文帝内迁的普通 谦卑人和素卫军人 被看作寒人和武人 寒人永无入室的希望 武人不列清流 不得任高官美职 这种人也对朝官窃视 为各方面所窃视的朝官 分成派别 争夺权位 又互相窃视 这样 鲜卑族内部的分裂 愈来愈深的卫孝明帝时 鲜卑政权已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 最终导致公元523年爆发的六镇流民暴动 极致耳朱镕攻入洛阳 龙门师窟北魏肖文帝 李佛博福雕三世 南迁洛阳 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 丧失了平成时代的朴素传统和尚武精神 重走西进司马市集团的老路 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 并且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洛阳前兰记卷四 记说当时帝氏王侯 外妻公主 善山海之父 居川林之堡 征修园宅 互相敬夸 他们甚至与腐朽的西进王公相敬 声称不恨我不见石虫 恨石虫不见我 以奢侈 相交 西进发生过石虫与王海斗富的故事 而迁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原生与原庸征豪的丑闻 另一方面 孝伦帝迁都之后 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 耗费民力国力 加剧人民的负担和对人民的剥削 孝伦帝迁都之后 重修未尽石的台卸官阁 并增添设施以满足自己的享受 修筑洛阳城的民赴日有万计 而功成的耗费日损千金 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 另外 他那儿子宣武帝 更是宠幸坚硬 朝政大患而一发不可收拾 而当时的人民则承受着沉重的摇曳负担 再加上迁都之后 孝伦帝多次对南方用兵 兵连祸解 民不聊生 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 因此 在迁落之后孝伦帝在世时 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 先后有定州民王金沟 新野民章独 徐州国禄等皆干而起 反对恒征暴敛 宣武帝 孝明帝时 此类事件就更多 其实 关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认识 个人 感觉吕思勉先生的论述最为恰当 吕思勉先生曾有乐云 南迁之计 于鲁为损乎 为义乎 为武智而安 文华而乱 故意趋尽事情 离乎以敌而未及乎中国 故不免有死祸 然遂终自安于以敌可乎 子曰 昭文道 惜死可矣 义人如是 义作义然 鸟飞准生 其既一时只屈指 事则以义时言 南迁于鲁若为害 以永久言 于鲁施为立业 孝文义人皆哉 与先生所论 言简易呆 将民族融合的终极规律 与鲜卑民族盛衰的命运结合起来 这是比较公道和深刻的论断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